这是我的房车停在这个服务区的第三天 也是我养了的第三天 带着媳妇开着房车去海南过年 结果养在了高速上 值得庆幸的是目前我媳妇的状态还不错 整整三天没有下房车 在房车里养病 这十几平米的小空间就满足了我们生活上的需求 使用了三天车里的电还剩余了62% 每天的太阳能板都在充电 我的车顶上有800瓦的太阳能板 按照现在的太阳情况 一天应该能充两多点左右 水还剩余25% 再坚持一天应该问题不大 喝水的话 车里有一个净水系统 可以直接生成干净的热水 做饭基本上全用电 用这个小电锅简单的煮点 房车里还有冰箱微波炉 临走的时候冰箱里塞满了食材 我还带了100斤的煎饼 估计这么耗下去 我俩一个月也饿不死 上厕所就去车里的卫生间 洗澡也可以在车里完成 但是担忧的是再有两天黑嘴香估计就满了 无聊了就在车里看会电影 时间过得也还算快 估计再有一天我也就恢复的差不多了 就可以继续出发了 你们说我在服务区停了这么长的时间 会不会收我超市费呢